关心苗栗铜锣乡的永乐路 有一栋三层楼的透天措 中午突然窜出了火蛇与浓烟 消防队货报立刻赶抵现场扑灭火势 在三楼房间寻获了三名小姐弟 分别是就读国中三年级的15岁少女 国小五年级12岁小男童 以及小学三年级的10岁女童 三个人被救出时都没有生命迹象 送一抢救宣告不拒 而及时逃出火场的刘姓阿公说 当时在睡午觉 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火灾 三层楼的透天措 不断窜出浓浓黑烟 阿嬷焦急地询问邻居 因为三个孙子都还在屋内 顶楼又没有通道可以进去 人命关天之际却完全束手不测 在一步逃出屋外的阿公 更是表情凝重 等到商务队控制火势 陆续从屋内救出三名姐弟 疑似都吸入过多浓烟 全都已经没了 呼吸心跳 这起火警就发生在三号中午 苗栗同楼永乐路 一栋三楼办的透天措 当时阿嬷和小孩的爸爸在一楼 阿公和三名孙子都在三楼房间睡觉 直到邻居通报二楼起火 阿公被浓烟呛行跑下楼 但在前面房间的三姐弟来不及逃出 警消初步研判 二楼房间堆放许多木制亦然故 疑似就是起火点 房间的门口处发现 第一个失重的小朋友 然后在房间的门口又发现第二个 然后在窗上发现第三个男童 很有礼貌 那个大的男的很懂事 这起火警导致就读国三的十五岁少女 小五的十二岁男童和小三的十岁女童送医不治 不但家人悲伤故意邻居也感到不舍 由于流行一家人平常都以办外汇回生 父母亲虽然离婚五年 但三姐弟都很懂事也很有礼貌 没想到一场火带走三条宝贵的年薪生命 详细起火原因还要接不调查 借张心结苗栗藏导